有一天真的語重心長的跟我講 其實如果你真心的不想要做 真的想要退休 其實你就提早跟我們講 那你怎麼回答他 真的很榮幸 再次擔任 主要的花蜜達師 我大概一個多月前拿到的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因為他的瓶子就是像精品一樣 家裡面有沒有什麼樣 特別的按摩手法 有 我也不知道自己 非常認真研究出來的 玫瑰捧花按摩法 玫瑰捧花就是其實讓我的臉 像是玫瑰花一樣 所以我就要雙手輕輕的 哄著它 然後我就會這樣 慢慢的往上 其實要把你的臉 像玫瑰花瓣一樣溫柔的對待 你這樣好可愛喔 因為這樣臉遮掉了三分之二 你不要這麼說了 基本上我現在一回到家 再累 有時候真的很想就直接 賴在沙發上 我都會先去卸妝幾點 然後立刻就擦保養品 有多餘的時間就會敷面膜 等於是一進到家門 就讓你的肌膚是 呈現很乾淨很清爽的狀態 有沒有什麼急救法保 像我自己是 除了這個再生精乳 會擦厚厚的之外 這乳酸我也會厚厚的敷一層 就是急救的時候 你就會用這個去保濕 然後修復它 之前就有跟大家透露說 我今年會有一個新的音樂的作品 是單曲這樣 應該下個月 十月份 因為十月份是本人的生日月 很喜歡隆重的處理這樣 除了自己要對自己很好大吃大喝之外 當然也希望可以藉由這生日月 寵愛一下我的粉絲們 所以可以期待十月份 我的新的單曲作品 對啊 因為之前呢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在家裡面躲著 然後就躲著 就是吃啊喝啊的 所以就長出了防疫脂肪 這什麼說法 所以大概這兩三個月吧 最新的運動應該是民傷跳舞吧 目前是什麼類型的都接觸一下 然後因為跳舞也呈現就是有氧無氧 一種綜合 然後就希望可以藉由跳舞 看能不能讓自己體重再創新低 對 瘦一波 對 因為我經紀人 其實他們都對我非常的好 也不會想要給我太大的壓力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我開心做任何事情都好 但是我可能有點呈現太開心的狀態 有一天真的語重心長的跟我講說 其實如果你真的真的 真心的不想要做 真的想要退休或是休息的話 所以你就提早跟我們講 然後我就想說 蛤 有這麼嚴重嗎 那你怎麼回答他 我覺得有點訝異 因為我雖然總是老闆 或歌迷總是取笑我 就說我現在這怎麼退休生活 又是爬山又是攝影 又是什麼的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們應該只是開玩笑吧 因為我們現在只是步調放慢了嘛 不會像以前一樣 這麼密集 這麼滿的工作 一年都沒有幾天的休假 現在比較多自己的時間 所以我就開始探索自己的興趣 我覺得只是這樣而已 我沒有真的要退休啊 我真的退休 我可能在家裡閒不住吧 然後我就在仔細思考 我想說 那應該是我自己表現得太漫不經心了 所以可能讓他們擔憂了 然後再一次 我會把你的地圖 然後再一次 我會讓他們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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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